9月11日,一向对网红多,有偏爱的王思聪,这回却在社交平台上发文,向网红开炮,直言表示,美丽的匹忙碰到丑陋的心灵会变得一文不值。 据悉,思聪这回的怒火起因是,由网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长图文,控诉在社区散步时,遭依网红女子的宠物狗飞扑,因网友是怀孕32周的大肚子孕妇。 情急之下,网友的老公伸脚主打了小狗,随后,遭到该网红女子与其母亲的妈妈,在言辞激烈处网红女子出手推仓和偶打了该孕妇。 在孕妇出现身体不适的反应时,更是出言诅咒网友和督钟宝宝,该网友被送去医院后,被医院下了并未通知,医院告诉网友很可能会早产,且因不足月份,孩子很可能会泡等身体器官没有发育完全。 网友直言,没想到该网红女子,是拥有三百万粉丝的红人,趁其年轻非常不一致,人间随便静好,人后三波少来。 消息在网上传开后,除了王思聪在网上声援网友外,当时同在现场的围观居民,也纷纷留言,离着网友所言是事实。 此外,还有网友扒出该网红的整容照,原来美丽的皮囊,也是作假的,事发到晚后,网友爆料打人网红,与其母亲一同被带走,网上有部分消息曝出,该网红准备再出狱后,报复孕妇,消息众说分杂,无法辨别真假,大家都爱美人,但独独不爱这种蛇仙美人。 连一笑沉迷茫红的王思聪都能发文怒事,想来这种,殴打孕妇的行为,是真的不为人所指,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了呢? 更多娱乐八卦,猛桌下方吴孟达出席孕妇葬礼,并当需要用氧气罩,却依然不断拍戏,破口大骂,当场开思,他们除了腿长还有这些必杀技,对自己下手狠,坚定而热烈, 是热烈更是罗云系。